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Tim哥 華為P20 5月1號已經正式開賣了 P20跟P20 Pro其實都賣得非常好 我今天剛好順勢也拿到了P20的手機喔 要幹嘛? 直接來開個箱吧 一開 喔喔喔喔喔喔 哎喲 竟然是兩支耶 好吧 那兩支我們就一起來介紹給大家看好了 那既然要開箱一定要看一看裡面 它這支盒子裡面裝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看 第一個本機 P20的機器 保護殼的 再來呢 充電插頭 它們是5V 4A的快充喔 一定是Type-C的線 這邊還有一個耳機 還有一個轉換插頭 以上 空了 那為什麼今天在這裡呢 它這次的P20跟P20 Pro呢 非常強調的就是 所謂的夜拍模式跟它的大光圈 尤其是P20 Pro呢 它有三個鏡頭 P20是兩個鏡頭 到底哪裡差一點有不一樣 你到底要選P20還是P20 Pro 那我們要怎麼拍照來操作 還有什麼樣的小技巧呢 現在就跟著我一起來吧 我們來看喔 它這一次後面這個顏色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一個 它有像Twilight的一個顏色 它像是一個漸變的色彩 那這個漸變色彩呢 我問過華為 他說它這個手機殼 幾乎每一個都客製 什麼叫客製 就是它在每一個出廠的時候 這個的漸變色呢 都會有一點點的小些微的不同 所以其實是非常難做的 而且你看它這次的三鏡頭 2000萬的黑白那個鏡頭 有四千萬的彩色 還有八百萬的所謂的 我們叫它長焦的一個鏡頭在 所以其實它的這個三鏡頭 完全可以補足我們在一些拍照的 比如說剛剛的夜拍 甚至於它這一支的拍照 有所謂的五倍的無損變焦 為什麼講它 一定要講它是五倍 五損 因為P20 我現在拿著Pro P20是只有兩倍的無損變焦 那有什麼差異呢 我晚一點會展示給大家看 轉過來我們看一下它正面 正面是6.1吋的OLED面板 上面會有小瀏海 但它的小瀏海 你有發覺它比較小 小的原因是 它希望在左右邊 都可以塞進去相關的一些訊息 比如說現在電力剩多少 有沒有連接藍牙 這邊有接Wi-Fi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個顯示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會把瀏海縮成這麼小 也是這個原因 我下面有看它是Type-C的 這邊是Type-C的有沒有 Type-C 對不對 Type-C充電 但是我轉過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它一樣是用指紋辨識 它這次有人臉解鎖 也可以指紋解鎖 我剛剛其實已經先設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解鎖速度快不快喔 來 直接 進來了 我跟你說 真的不到0.1秒 那我們看人臉喔 對著我 進來了 超快 我真的覺得 它的這個人臉解鎖 跟指紋解鎖 是我看過 真的是蠻快的 前一兩名喔 好 那我們講完這些解鎖以後 接下來 我們來看它什麼呢 我們來看它的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拍照的部分 拍照啊 我們等一下的夜拍 我們會跑到外面去拍一下夜景 到底這邊要怎麼來夜拍 它有哪些的功能 還有其他的拍照的方法呢 我們先來試一下 好 直接來 我們先試 第一個 開啟什麼 開啟相機 好 現在開啟相機 好 我現在開啟囉 好 我開啟相機以後 基本版的就是拍照 因為它這次內建的AI 所以它可以去辨識說 我現在的環境 甚至於在拍的相關的位置 好 然後呢 它的左邊這裡有個人像 好 人像呢我決定先自拍一下 好 來我自拍 而且呢 它有3D光 我剛剛自拍是沒有光效的 我現在變成柔光 或者是蝴蝶光 好蝴蝶光 好 自拍 好 人像 那左邊有個大光圈 好大光圈呢 你比如說你在拍一些 後面背景是有景深的效果 你可以用大光圈 好 那大光圈呢我們拍的方法呢 也很簡單 我呢 什麼東西就是要及時 我隨便呢 拿 一個盒子 來看看能不能拍到大光圈呢 試一下大光圈 好 看一看 嘿 非常的清楚 你有沒有看到 旁邊這個繩子呢 都已經誤會誤掉糊掉了 所以其實呢 它是非常的清楚 好 然後再來呢 它的拍照呢 剛剛已經講完了大光圈 夜景呢 我們等一下會去拍 好 然後人像的部分呢 也呈現完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影 它的錄影呢 其實也有美顏錄影 我跟你講 美顏錄影非常重要 為什麼有美顏錄影呢 它在它的右下角啊 可以選擇你美顏錄影的等級 以我的等級一定是10級 為什麼 因為我長得太長了 所以10級美顏錄影 好 我對自己錄影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現在在用10級的美顏錄影 我們來看看它的效果 到底好不好喔 好 這個美顏錄影就完了 然後隔壁按鈕呢 是所謂的專業 好 那專業呢 你可以看到它 任何的東西的追焦呢 其實都非常的快 它的追焦都非常的快 好 然後還有一個更多 在更多的部分呢 你可以選擇 你要用實物啊 3D啊 HD啊 縮時攝影啊 全部都在這裡面呢 都可以選擇得到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 每一個拍照的簡單應用 欸 啊這個 每個人都知道 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教你們一個 小技巧 好 我現在手機是不是關的 好 然後呢 上面是什麼 音源鍵喔 我來拍它 你看喔 我快按兩下 拍完了 小技巧一 你呢 只要用音源鍵 你在螢幕手機 在鎖定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再按音源鍵兩下 它會0.3秒 快拍 快拍呢 就會 自己看 MAGIC 既然已經在夜晚了 我們就來測試它的夜景實拍 看它到底厲不厲害 我一樣用P20跟P20 Pro 來拍喔 先來看 好 剛剛我用P20跟P20 Pro呢 已經用了夜景模式 那我們現在呢 用一般模式來拍拍看喔 看看它到底拍下來 比較是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喔 我們現在直接來拍起一般的拍照 對準夜景 什麼 它竟然跳到了夜間拍攝模式耶 意思是說 你現在在夜拍 它已經幫你偵測到的場景 它這次的AI的偵測場景呢 有19個場景 所以 你以為你要用普通嗎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只要把剛剛的夜間拍攝打擦掉以後 你還是可以用普通拍照 但它已經偵測到的這個環境是夜景 所以用它的模式還是最正確的 其實螢幕截圖跟一些錄影 是不是可以透過手勢來做控制 沒有錯 華為它這次也有手勢控制喔 一般我們的截圖都要按按鈕 太麻煩了 它用指關節就可以截圖 不相信我先截給你們看喔 拿起來喔 截圖完了 敲兩下 那用兩個關節呢 我們試試看 它 就幫你開啟什麼 錄影啦 開始錄製有沒有 這是什麼錄影 螢幕手機的畫面錄影 敲兩下 完了以後就可以停止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 如果有時候你在瀏覽一個網頁 網頁超級長 是否也可以截圖 怎麼做呢 來做給你看喔 我現在到我們的電商 好 然後呢 你只要一樣 指關節 敲下去以後 畫一個S 它這個時候呢 唉唷 有沒有看到自己動 它在幫你截了 是不是 很神奇呢 它還在截圖中 我們家的產品其實還蠻多的 順便打個廣告一下 它可以呢 拼截中 完成 唉呀你看 你是不是很多東西都可以截圖 好感動喔 好 再來還有什麼小技巧 有時候你有發現到 你拿到了非常多的名片 沒時間整理對不對 而且呢 也不知道怎麼去一個個key進去 一定是知道啦 只是說key進去的速度會非常慢 所以我們來這個畫面 我已經準備好一張名片 我進來以後呢 選擇了聯絡人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掃描 按下去以後 對準名片 好我來掃描一下 單拍 唉唷 識別中 他說選擇的帳號 我把它存在 手機 進來了 我看他是不是叫李婉玲 我們來對一下 就對名字就好了 電話不重要 李婉玲 唉唷 一模一樣耶 歡迎撥打 零 算了啦 不要害他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辨識度非常清楚 你以後有很多的名片呢 你只要用掃一掃 就可以儲存到聯絡人身上 那再來還有什麼 是不是有時候呢 你會在手機裡面 你有一些的照片是比較隱私 例如 你是不是有可能會用手機拍你的身份證 相關都有一些資料嘛 好 那你是不是要把那個資料存在一個隱藏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就進來圖片庫以後呢 假設我這個測試用 想要把它變成隱藏相簿 那該怎麼做呢 我們就來更多 這邊有個隱藏相簿把它點下去以後 測試用相簿就在這裡啦 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測試用的相本不見了 那這樣子呢 以後有一些比較私密的 或是有關隱私的一些照片 你就可以放在這個相本裡面 大家呢 有時候會覺得說 哇天啊這個瀏海 你還是不喜歡 你想要填屏可不可以 我告訴你 是可以的 我們直接進來看一下喔 欸 是沒填屏的樣子 我現在把它填屏喔 到設定 然後設定裡面要幹嘛 選擇顯示 選擇完以後呢 這邊有一個叫 顯示區域控制 點下去 這個時候按成 隱藏區 欸 誰說有瀏海的 誰說的 你已經隱藏起來了 還有啊 指關節應用就這樣嗎 有時候呢 我想要在同一個畫面 開啟兩個程式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而且非常簡單 假設我先開啟了Facebook 欸我就不登錄了齁 一樣 用指關節 扣住它以後 畫一條線 它就變一半了 你就可以同時 開啟兩個APP 程式 那你就可以同時去做操作喔 還有啊 你可以看到啊 它由上往下滑下來以後 這裡呢有一個螢幕錄影 好 我就把它螢幕錄影好了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有麥克風進來 或者是系統不能播放音訊 或者選擇無聲 好我現在這個說法選擇無聲 這時候 一樣 3 2 1 開始螢幕錄影了 好那既然已經到螢幕錄影了 我就順便教大家幾招呢 它裡面呢 也有一些很不錯的功能喔 我進來設定以後啊 往下滑 滑到這邊有個叫智慧型協助 這時候你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呢 它這邊可以定時開機跟關機 這代表什麼 有時候呢 我們想要設定 睡覺的時候呢 想要關機 好那這個時候 你站這邊呢 就定時開關機 這裡就可以讓你自己做設定 好那如果 你不要呢 一樣我把它按回來 好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手套模式 為什麼要手套模式 有時候 你可能呢 冬天的時候 你去北海道玩 或是你人在東北天津 下大雪 戴手套 這時候你把手套模式 打開以後 那你戴手套呢 一樣可以操作這個手機喔 放在這裡 而且你可以用語音控制 可是很抱歉的是 它這次的語音控制呢 目前只有英文的版本 等有中文的版本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來分享 一樣 在這裡呢 可以去做選擇 好還有這邊 有個動作控制 把它點進來 這裡以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 翻轉就是變靜音 手機拿起來以後呢 鈴聲減弱 還有點亮螢幕 還有靠近耳朵的時候呢 它可以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然後我剛剛說的 指關節的截圖呢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分割手勢 還有智慧截圖 甚至於你也可以套用 比如說我今天把它點進來 可以繪製相關的字母 然後做一些快捷鍵的動作 我要把它打開 比如說你畫一個C呢 是開啟相機 畫成1呢 是把瀏覽器打開 畫成M呢 把音樂打開 這邊呢 全部你自己 去做一個選擇 那我目前先把它關掉 好 所以你可以 都可以在這個 所謂的智慧型協助裡面呢 去做一個控制喔 好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公司的這一棵樹 我現在來拍1倍 3倍 5倍的無損變焦 我們來看一看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無損呢 這目前是1倍的 3倍的 5倍的 而且它還變色它是綠葉耶 P20只有2倍 那我們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只有2倍喔 好 來拍照 這個是1倍的 好 你看我這個1點下去 2倍的 好 沒了 另外1 2 1 2 好最後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到底P20跟P20 Pro哪裡有差異性 當然第一個價格 P20一定比較便宜 以台幣來講的話是20900的樣子 然後P20 Pro是26900 那我們來看一下尺寸也不一樣 一個是5.8吋 一個是6.1吋 好 再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個 玫瑰的解析度 P20 Pro是OLED的面板 看起來你會覺得它會比較 色澤比較豐富 那P20它是LCD的面板 所以這邊是有點差異 防水度也不一樣 P20 Pro是IP67 但是P20是IP53 這邊是有點差異 轉過來你可以看到 一個是三鏡頭 一個是雙鏡頭 剛變焦素 我剛也測試給大家看了 這幾個是大家可以去選擇的點 只是說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我選擇 預算好一點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P20 Pro 因為畢竟它拍起來相關的一些效果 還有它這一次的三個鏡頭呈現的畫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而且它這一次的價格 說實話它比歐洲當時的發表會定價還便宜 所以這個情況下我覺得P20 Pro是我目前的首選 但如果你真的有預算考量的話 說真的 P20其實也是不錯的 而且你看我這個P20是黑色的 P20 Pro沒有出黑色的喔 那以下就是我這一次 P20跟P20 Pro的開箱跟小技巧分享給你們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喔 還有把鈴聲打開 下一次見 掰掰